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很想知道一个香港的作家文学界的人士 他会怎么看陈忠实这个作家 所以这个角度很有意思 本来陈忠实先生不幸离世 这个消息一传出 我们微博里就传出大量的呼吁 有说让王猛扎剑英 当然徐老师不能少的研究文学的 就是说一定要谈一谈陈忠实 一瞬间这个白鹿园好像 这就是一项的规律了 是不是人死如灯灭 而是人死灯就亮 没死的时候没那么多人提 这一死 你看对这个白鹿园 我觉得又是一个讨论的高峰 甚至于对这个小说 它有多大的意义 包括对陈忠实 人们似乎我有时候会觉得 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学生 他会不会现在才开始认识陈忠实 我不知道 不过陈忠实是很少的例子 就一本书主义 这个是丁玲的原话 他说一本书 其实现代文学上 一本书主义的是很少的 就是一辈子靠一本书的 但陈忠实真是这样 陈忠实自己讲话 就当时我觉得他就是用生命 他自己就这么说 当时把原稿交给出版社的编辑 就是说我这是把我的生命交托给你了 然后从此之后再也没写过 这么大铺头的东西 而且就是说写的时候 人家就是说有个青年作家 他从开始写的时候 用了大概有几年的时间 就在三个县长安什么白鹿 就到这几个县的县文史馆 资料馆里查这个县制 查资料 当时有个年轻人问他 说你这是能啥呢 你干什么了 是吧 他就是说 我得写一个叫做什么呢 电关做枕的 电就放在 现在这是白鹿园嘛 就放在棺材里给我枕着的 我得有这么一本书 那些小说的人都有这个梦想嘛 连我们要写小说 后来终于写了一个小说 一定要宣传一下 虽然来后补 但要需要抓住机会宣传一下 也是这样想啊 我也是这样跟朋友说 我以前五十多岁的 以前三十年写的都不算 一定要有一本 可以取代以前的东西的 一个作品 那至于说你说新一代 别说香港内地 我问过一些内地来的学生 二十多岁的确没有人告诉我 有一个说听说过白鹿园 其他没有 还反问我 在哪 在首尔吗 还是东京 他们以为去很多路的 那个大阪啊 那种地方啊 一个什么乐园 这样感觉 那香港当然没有啊 假如我不是在美国 碰到一个大陆朋友 我也不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 因为我们读文学 主要都在香港 亲近台湾文学嘛 所以我一开始还让这个宋新问 加辉一下 我说他看过白鹿园吗 我看过 结果没想到你还真看过 因为一个学长 介绍我看的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们零下二十多度 没事干 每个晚上就是 居家在那边聊天嘛 香港来的 台湾来的 大陆来的 有几个大陆来的 就在我们的手组 经常聊 聊就是聊 自己爱看什么书 看了什么书 一个大陆的学长 比我高三届主要吧 他就谈这个书 跟我们介绍这个书 谈到哭啊 还没有眼泪 眼红 对 他说怎么感动 怎么感动 我们根本不知道 我跟台湾来的学生 然后后来在图书馆 找来看 我还清楚记得 看到第八十五页左右 那就 哭了 那就把书还回去 睡了 还没睡 还没睡 不是说不好 是他学后 坦白讲 我才三十岁出头 而且跟中国那一段的历史 太革魔了 太有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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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哪一年 1996吧 9596吧 我97读完书 OK 我这样来讲一讲 这个白鹿元 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吧 有一次呢 在新世纪转折的时候 上海作协跟一个杂志 请了一百个评论家 投票选你们心目当中 九十年代最重要的中国作家 选十个 就一百个人 大家自己投 那这个结果呢 后来他们公布的时候很妙 他说呢 没有人十票十中的 就说比方说 我也投了十票 但最后的结果 是根据大家的结果 但是有两三个人呢 是十票九中 我居然是十票九中的 当时有个年轻评论 叫谢友顺的 很不满意 他说像许子东 黄子平 他们在海外 那时候 九十年代 我在外面 居然就是这么中 说明了这个评论 不够贴地 不够贴地 那这个十个作家的名单呢 我告诉你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 中年的上一辈的作家 很多没有 被投票进去 王猛 张鲜亮就没有 那么所有里边 大部分的作家 都是什么呢 就是知青一代 韩少公 张称志 这个 这个渔华 甲平蛙 莫言 等等 就是王安逸 等等这批 但是有两个 称之为叫中年人 就很醒目了 一个呢 就是那个时候 很红的 于秋雨 另外一个呢 是陈中石 所以这个是一个地位 当然另外还有点 我非常注意的就是 十个作家里边 九个是男的 只有王安逸 一个女的 而且绝大部分是写乡村 只有长恨歌是写城市 废都嘛 勉强也算城市 但是甲平蛙被认为 但是这些作家 其他作家 当时都比较有名 就是陈中石 他作家并不这么有名 但是一部白露源 可以 今天可以这样说 白露源会永远在中国 当代文学史上 就是作为这部作品 你知道这个 他的这个 可以说文学启蒙是谁吗 我觉得都有他这个源流 他说对文学感兴趣 他崇拜的第一个人 就是初二的时候 看了一个赵树里的一个书 他一下子就启蒙了 他就山药蛋派 咱们叫赵树里 他一看赵树里写的 就是我们邻居的事 就是村里的事 他这个东西都能写小说 于是就起开了这条道路 到后来他还崇拜过柳青 柳青曾经在他心目中 是神一样的这个人物 然后你看老陕 陕西人 他真是有很多朋友是陕西人 他们要不说有骨子这种 就他们能干这个大骨头的 就是啊 就真的能干一个 就是这种 哎 带来要写书的时候 他必须回到他的白鹿园 他的老家 这个乡村的老屋里 就他一个人 跟老婆告别 老婆给他 老婆给他擀面 擀面之后就没煮熟 背着一麻袋 然后呢 然后套在脖子上 是吧 那不是 自己煮 自己煮 然后呢 就到自己这个小屋里 自己住两年 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屋里 写写写 然后呢 他说 他跟哥辉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觉得他说的是真的 这肯定是真的 他说 我必须得一个人在屋里写 他说 因为我写的时候啊 这个我小说里的人都在周围 在周围我就看着他们在跟我说话 跟我哭啊 笑啊 我也 他说一敲门一进来一个人 哎 这些人都没有了 走了之后才慢慢慢慢聚拢回来 好像在埋怨 我刚才怎么把他们赶跑了 就是这样一个轴啊 就写这样的一个 而且这个人啊 其实他就是个老农民 你跟他说话啊 他抽的那个 他说 他经常说他抽雪茄 但是你知道跟咱们那个雪茄 不一样 那个雪茄 那个劲儿大到啊 你抠 你一口能呛死你 就几分钱 几毛钱那种 你跟他聊天 抽一口 砰 一口谈 然后在他那青砖地上 拿着个布鞋底子 蹭 一下子 干净了 这这么 你可以看他图片 陈忠实 哎 你再看 这是他的书房啊 这是 当年 这个 发表处女作 你看年轻的时候 也曾风华正茂 但是真是一个农村青年的 风华正茂 对吧 哎 但是看得出几个人能量足 哎 这是所谓当时叫陕军呢 陕西的作家群 陈忠实啊 你看有陆瑶 有贾平洼 贾平洼 你看 你再看 这个 再往下看 这个贾平洼 亲笔写的 你看 就是前几天写的 他就是怀念陈忠实嘛 他就说陈忠实 作为同辈人啊 他把陈忠实评价为 叫关中的正大人物 文坛的扛顶角色 哎 这个作家的丰功伟绩 你像贾平洼 这样的 论断他啊 你再看下边 哎 这我们本来请王猛了 王猛呢 就没有能够回来 但是他王猛很有意思 给我们发来几张照片 在他曾经跟陈忠实在一块 你看这是王猛 这是陈忠实 不是王猛发给我们的 王猛照的 王猛好像谁都见过 哎 真是 辈分高 哎 你看 陈忠实 你看 这个瘦的 应该是病了 蛇癌啊 蛇癌 你看 他土炮雪茄 土炮雪茄 据说是这种什么 这是网上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这种感觉的陈忠实 陕斯作家都有个样 真的 就像农民 我想起 我看到贾瓶蛙的照片 想起他来香港的时候 我邀请他去香港电台 做节目 一个普通话的节目 带着他进门 他都怕你们听不懂 听不懂 他也听不懂我讲话 我也听不懂 他讲话 我们基本上比谈 然后主要重点在于说 我带他进香港电台的门的时候 然后警卫要马上叫住他 谁谁谁 过来这样 我从来带其他嘉宾去 没有的 都没有要看他身份证 还有登记 我就很生气 我只带两个咒家去 会被人家拦散来 警卫就看外表 一个就是贾瓶蛙 一个就是颜年科 看起来就像农民 我带王安一 带其他王德威 什么进去 警卫都这样很顺利过 那是因为他们不是看起来 他们就是农民 枪枪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许老师 你看你就是研究现代文学的 你这说说 不要光说人 这说说这个白鹿源呢 我写过一篇 两万多字的论文 我这个 两万多字 对 我这个生活当中比较不开心的事情呢 就是说我认真做的事情呢 是没人注意的 我随便说说话呢 就是很多人关注的 这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 你的意思 这两万多字是你的扛顶之作 是我蛮用心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 当代小说中的现代史 好 你就挑里边我们能听得懂的讲一讲 最简单的说法吧 白鹿源是什么呢 白鹿源就是用红高粱的笔法写的红旗谱 要理解白鹿源 一定要先知道红旗谱 红旗谱 红旗谱是五十年代三红 很重要的三部小说 红旗谱是 柳青写的是创业史 但是三红呢 红日是讲打仗 张灵谱 红言是讲共产党人道德操守 红旗谱是讲河北的农民 怎么因为生活不好造反 就是国民党羹 那个红旗谱这个小说重要在什么地方呢 他把当时中国的农村啊 就是四九年以前的农村啊 所有的人的力量归纳成六种 以后的小说都是学他这个样子 哪六种呢 第一是地主 第二是穷人 第三呢 是宗族祠堂 第四呢 是一个乡村教师 通常是有五四文化的 第五是国民党 官府 第六是共产党游击队 而红旗谱的故事模式呢 你看他是三对三的 你很容易理解 就穷人 是在一个乡村教师的开导下 接近了共产党的游击队 反抗什么呢 反抗地主 跟相声祠堂 跟国民党 这么一个反动的阵线 这个故事模式呢 在中国是远远流长 一直到今天 还是主流意识形态 那么这个小说 被挑战这个模式 最早不是陈忠实 是洪高粱 是莫言 这个莫言的意义在这里 莫言也写农村 但是莫言这个农村 你看到没有 他那个六种啊 他都写到 但是他加了第七种 土匪 这个土匪 是中国小说的传统 我们知道 水虎一来就是 武侠千年文人侠客梦 这个土匪呢 他在里边呢 他又不是帮共产党 又不是帮国民党 他是打日本 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而且洪高粱 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他不仅是加了一个土匪 而且他的写法 不再是平铺直述 他洪高粱的写法 你知道他是写这一段 然后马上跳到后来 多年以后 我看到我奶奶 怎么被人枪把中 百年孤独的那个 对对对 他就用了这个 那么 陈忠实呢 是个乡下人 是赵树里柳青这一路的 可是他在写 白鹿园的时候呢 他受了寻根文学 就是莫言 他们包括格飞的小说 包括乔良的小说的影响 所以他试图用 寻根文学的方法 来重写中国乡图的 土地革命史 这就是白鹿园 了不起的地方 那么这个改变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白鹿园 你就知道了 他里边 穷人跟富人之间的关系 不是那么绝对的 更 那个 那个 宗族池塘不是坏的 是最好的 那个五四的革命的青年啊 那乡村教师啊 破坏池塘啊 这个是作为负面描写的 你电影里还保留的 那个情节 对不对 代表北伐的这些人破坏池塘 是作为反面的 国共的两边是非常混乱的 不是说一遍对一遍不对 比方说里面有白家有陆家嘛 对 白家陆家的上一代呢 白是比较正的 陆是比较斜的 白家宣 陆子林 对 陆子林是一个比较斜的人物 白家宣是正面人物 对不对 忠厚持家 可是白家宣的儿子呢 是国民党的县长 白县长 陆子林的儿子呢 是共产党员 是地下党 你看到没有 然后再有白家的 还有白灵下面的女儿吧 当初是地下党 后来在文革当中被人逗 所以他把整个历史啊 就搞得非常的复杂化 当然里边最大的一个突破 就是有一个姓朱的乡村教师 那先生 这个朱先生呢 按我的看法就是说 这个百年中国混乱 只有我们传统辱家 是绝对正确的 叫官学嘛 他叫成诸礼学继承的 还有点民间的神秘主义色彩 这个就是 所以白露源是 从根本上改写了 五十年代红旗普的乡村模式 你看了85页能听明白的吗 那他拿了矛盾文学长的版本 跟原先版本中间是改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矛盾文学讲当初呢 照理说他这个主题啊 是很受挑战的 因为他被改写了原来的 主旋律的历史 当时的矛盾文学讲的主席 是一个左派的评论家 叫陈勇 三点水一个勇 他非常 我还去过他家里 他是个非常真心的左派 可是陈勇支持这部小说 真的就是我 我现在发现人啊 理论家 重要的不是你左跟右 不是你讲观点 而是你真心相信 你从你的理论根据 从你的生活 陈勇啊 他在研究鲁迅的时候 非常保守的 可是他支持白露源 白露源得矛盾奖 要感谢陈勇 我因为刚文他问我的问题 我一定要回答他 因为我那个这种情况啊 不仅在中国文学 全世界的文学读一样 他是艺术的 语言的艺术 语言的艺术 当他在那个整个戏谱 整个光谱里面有一个位置的 一定是一个反叛 叛徒 可以是文字艺术的反叛 简单来说 叫创意嘛 特点 可以是整个叙事模式 narrative structure 结构的反叛 什么把那个 二元的对立 黑白分明 打破 加一些 全世界的文学 都有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看到他 可是战回文学史里面 我相信 将大春的说法 像大春写小说的时候 其中他调感 说好多文学评论家 凭我们小说家的文章 都是说 这个人的小说想说的是 点点点点点点 曾大春 台湾大作家 大才子 要说 假如我们写小说的人 只是想说 点点点点的话 我们干嘛不直接 要写点点点点 我们干嘛 要花五百万记去写 所以呢 让这一部东西 除了说因为 打破叙事的结构 去表达了方法 真的让他在文学史 能够留不止一百年 两百年 三百年 五百年 一定是因为他的语言 他选择了另外一种 表达的方法 一种语言 来表达他这种想法 我觉得 那个 只有那个才能让 白鹿元 还有其他的文学作品 是楼下来的 白鹿元的语言呢 包括他的叙事 就是像 盖西亚马克斯的 这种叙事呢 都不是他的创新 在这之前 我刚才讲了 墨炎啊 其他的 好几个人都已经做了 他比他们晚几年 但是陈中石跟他们不同的是 陈中石不是那些 寻根的先锋派作家 他是一个扎根乡土 他是赵树里柳青派的 换句话说 你这个他的这个方法语言是洋的 是拉美的 现代主义的 可是他更主要的这个土壤啊 是土的 就是这一盘 而且这个土的这盘土壤呢 又不是尊纯粹的中国传统乡土 又是被五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改造过 就是洪旗谱的那个那个乡土 我的印象啊 就是就是你说这个名字 当然文学我也不懂了 我就说跟他这个名字啊 他叫忠实啊 我就觉得他的名 他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是比较老实的 比较平实的 但是呢 哎 你说的也对 就是研究起来 可以研究很多 但是这几百万字的 他是多少万字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说 一部白鹿园呢 我就当时就觉得相当的复杂 于是你比如说安全王拍这个电影 为什么拍不好呢 你就要做减法 减减减减减减 最后减出一个钱小鹅 整天在床上搞 对吧 你这个东西就减的太多了 然后或者说没办法导致这么一个结果 但是我是想他 他就像是咱们看啊 有些个这个老陕啊 就像陕西的地形一样 表面看上去真的是平平无奇 甚至是有点土 可是啊 黄土高坡呀 千言万贺呀 寒藏之深厚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在这个 你看他这个里边写的 不同的人看 能看出不同的来 比如说安全王看出田小鹅了 对吧 那还有的人看出是什么 非小通了 就是说中国当年 乡土中国 中国当年乡村维持秩序 靠的是什么 宗族礼法 对 就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革命来了 宗族礼法 倒了 人们 晃范了 你知道 就该 我们该靠什么呀 靠什么 维持我们的心灵 维持我们的乡村的秩序呢 乱了 对 要不然看一下广告 墙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昨天看篇文章就在凯探 说中国电影 现在的这个丢人的地方是文学性 是110年来最低的时候 对 就文学性太低 然后呢 哎 我没有这个别的意思啊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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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延和凯歌 陈凯歌导演的照片 是一个偶然瞬间 但是呢 被这位作者拿出来 作为一个象征 你可以看一下 就说现在电影与文学 这当时在 应该是在一个什么会上 是吧 就是感觉好像 两会 两会 就电影的文学性被冷落 墨延这个态度就广东话 就蒙安台啊 本来是墨延啊 现在他还闭眼啊 我觉得可能他眼睛根本没闭 他眼睛本来就小 墨延老师 其实就我倒觉得像这个陈忠实啊 这个人 他很有意思 因为你看啊 看他的书 我会觉得这个人啊 在他的创作起来的时候 他的精神境界 他的哲学 历史的高度 可以达到那么高 可是呢 退回他写书的这个专业身份 你把他当成一个人啊 我又觉得 他是个什么 你知道 就是他的这个强烈的这个愿望啊 是要建功立业的 对 你明白吗 跟陆瑶一样 就陆瑶也是 我建功立业 那我怎么建功立业呢 就是你比如说 他就是说 有个人 他去世了 有个人写写 他小的时候 吃不饱饭的 农民的 饿的 就参加会考的时候啊 穿的这个鞋啊 鞋底子都磨破了 流出血了 脚底就没没没 脚底脚底磨破磨没了 这个时候 他就不想走了 走不动了 突然火车过来了 平生头一回看到火车 然后他觉得啊 说 原来有人能够这样 坐火车到城市 到那么的世界 他说 我呀 本来还往鞋底子里 塞点 塞点 破步什么的 他说 这下子 我一定要走到更大的世界 站起来 就走 你知道吗 他又像是很多农村的苦孩子啊 这个魔力自己啊 一定要干出一票大的 哎 你再这么一看就是 很多作家呢 在临终的时候会说 我的代表作还没写出来 我最好的作品还没写出来 我个人觉得了 陈忠实是超水平发挥 他这个部作品啊 就是以他个人的这个整个这个 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道路 有很多作家是比他有潜力 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 却没有做到 我真是 他真是做的好 他好呢 不仅是因为他的宽度 他这个 我们刚才讲 他这个乡村的各种政治光谱 文化尺度 他都把握 更主要是他这个历史长度 他里面的故事啊 就为什么电影糟糕啊 不是因为张雨琪不性感 或者太性感 而是因为故事被砍掉一半 他的故事都是完整的 你看一个人啊 你知道他20年代北伐的时候怎么样 30年代抗战怎么样 40年代国共打仗怎么样 但是他的 他运用的技巧好在那里 他会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 突然跳出 他在60年代被批斗的情况 跳出一段 使你顿时觉得 他当年这种浴血奋斗啊 是一个非常荒诞的情绪 然后他再跳回去 在那里 在那里奋斗 电影 所以电影真是 腰斩了白鹿远 这个我觉得即便不摇斩了 也拍不了 也很难拍